嗨,大家好,我是悠悠 4月12日即将迎来白羊座新月 此次新月发生在白羊座22度25分 白羊座作为皇道十二星座之首 不仅象征欣欣欣向荣的春天复苏 也是万物周而复始的时点 白羊座新月期间 十二星座很容易回归自我 发现自己的潜力和能力 可以尝试去探索生活中某些新的领域 重塑新星和自身的信念 但需避免被冲动情绪鼓舞偏离了方向 同时需注意有些个人伤疤可能再度浮现 半次新月会入向精明型区域 是破旧立新的必经阶段 可能会在感情或者人际关系上 激发不破不利的新感悟 此次金星六合土星的终点影响新座有 白羊座,狮子座,射手座 白羊座,你开始反观自己的生活状态 思考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你可能有很多新鲜的未来规划 想要迎接新的机遇与挑战 狮子座,你对自身的展望汹涌成竹 新月前后适合做一些决定 如果有移民留学,异地恋,出行旅游等想法 可以趁此次新月规划并逐步落实啦 说手座,新月会让你重新思考自己的感情状态 爱情中毛躁的情况将有所好转 烂桃花也会逐渐淡去 此次新月,是你正视感情需要 分辨适合交往的对象的好机会 点赞转发,人生开挂